开学那天发生的那件事, 太让我匪夷所思了, 为了尽快适应校园生活, 我就提前几天回了学校, 来到寝室门口, 我就打开了门锁, 进去后就把行李先放在宿舍, 休息了会儿后, 觉得有些无聊, 就起身准备去网吧玩会游戏, 顺便拿了几个从家乡带来的特产, 贿赂一下宿馆大叔, 宿馆就很高兴地收下了, 在网吧一直玩到晚上七点, 我就回了宿舍, 可当我准备开宿舍门锁的那一刹呢, 高冷预警, 我忽然想起宿舍门锁在上学期临近放假时坏掉了, 所以假期离校那天寝室门是没有锁的, 后来最后离校的好机友阿杰告诉我, 他找宿馆大叔要了一把新锁才锁上的, 除了宿馆那里的备用钥匙, 其他的都在阿杰手上, 顿时我就猛住了, 那我刚刚是怎么开的门, 难不成是之前的钥匙, 我就再次准备试下, 但无论我怎么样都塞不进去, 更别说开门了, 我就赶紧给阿杰打起了电话, 接通后电话那头的阿杰却说, 电话挂断后, 我愣在了寝室门口, 尽管是九月的天气, 但我竟然到了一股寒一袭来, 越想就越觉得这件事太可怕了, 就赶紧转身去宿馆那准备要下费用钥匙, 可来到宿馆市窗前, 宿馆察觉到我后, 竟一脸惊讶地看着我, 这位同学,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? 瞬间, 他就惊呆了, 下午三点多了, 我还贿赂了你几个苹果呢, 这就忘了, 但宿馆接下来的一句话, 却让这件事谜团更重了, 你胡说吧, 我在这坐了一下午了, 一个人影都没见着, 一个人影都没见着, 经过跟宿馆的一番辩论后, 我早已身心疲惫, 就说, 行吧, 你说啥都是对的, 快给我寝室钥匙吧, 我想回寝室歇会儿, 于是拿到钥匙后, 我就赶忙回了寝室, 回去后躺在床上休息时, 我一直在想这件事, 难不成我得了妄想症, 还是说刚刚是幻觉, 就这样, 到了晚上十一点, 我就来到了车站, 接到阿杰后, 就打车回了寝室, 进屋后, 就问起了阿杰, 阿杰, 你确定你走的时候把门锁好了? 对啊, 非常确定, 我和宿馆一起锁的, 宿馆还拽了好几下, 还夸着心锁质量好呢, 听到阿杰的解释, 我便更加陷入了自我怀疑, 小仙, 放假时, 你说要带你家乡特产苹果给我的, 带了吗? 带了, 可正当我给阿杰拿苹果时, 却惊呆了, 只见那曝光封口还未打开, 难不成我真的进入了平行世界?